城市Z9这个价格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比亚迪汉前三脆 视频前的在座各位准车主们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便宜呢还是贵呢 同样价位你能选到什么 竞品来讲的话就是未来一提起 和响戒的S9 然后车呢你能干到豪华品牌的五六亿 你们觉得997有牌面还是五六亿有牌面 现在的新能源车迭代更新太快了 降价也是降得太猛了 我之前用手机比喻新能源车 我发现不太对劲 应该用服装来比喻 春季款下季款秋季款 你们才是什么车 它还会不会有一个冬季款呢 现在这些个迭代更新快的车 简直就是蹦起来被四跑车主 那镰刀轮棒也要了嘎酒菜 你就看看董事的降价排行榜上 因为新能源车的弯道超车 导致传统品牌豪华品牌 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 四车五车六车 两三年前你得原价买 现在不算这几年的亏损 光行情亏了一半 买完车的宝贝别看降价排行榜 我怕你气得三年不来生 为了击败竞争对手 更新迭代换平台 400伏变800伏 市价芯片升级 算力提升 智能做成的花样越来越多 确实这种竞争挑不出来啥毛铁 商业化的竞争 让我联想到了一部电视剧 以天投龙记 真就像四大门派围攻光明点 打来打去最后受伤的是谁 较重 现在的较重不就是车主吗 同意的点个赞 如果你想买新能源车 一定要沉淀 毕竟你现在买不到合理价格的成熟产品 如果你想朝底燃油车 不要追涨杀跌 我个人也是新能源车的车主 也是燃油车的车主 但是奉劝各位 如果说你的收入 达不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就能覆盖一台全款的高端新能源 我劝你变满 作为车圈原子博主 必须靠谱